Hello,我是天雅,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是蜡烛 蜡烛是反映价格走势的一种图现 常见的图现包括蜡烛图、条形图、点线图 蜡烛因为简单有效的特性在进入市场非常流行 蜡烛图是由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百米商人本监宗九发明的 经由Steven Nissen引入西方 如何看蜡烛图呢? 蜡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实体以及影线 实体上方的影线称为上影线,下方的影线称为下影线 绿色蜡烛是上涨蜡烛,实体下方的价格为开盘价 实体上方的价格为收盘价 上影线上方的价格为最高价 下影线下方的价格为最低价 绿色蜡烛代表当天上涨 开盘价在下,收盘价在上 红色蜡烛是下跌蜡烛 红色蜡烛实体上方的价格为开盘价 实体下方的价格为收盘价 上影线上方的价格为最高价 下影线下方的价格为最低价 红色蜡烛表示当天下跌 开盘价在上,收盘价在下 我们来看这根绿色蜡烛 绿色蜡烛代表当天上涨 实体下方为开盘价 实体上方为收盘价 下影线下方为最低价 上影线上方为最高价 从开盘到收盘当天是上涨的 所以绿色蜡烛代表当天上涨 再来看这根蜡烛 开盘价在实体下方 这个位置从开盘到收盘当天是上涨的 我们发现这根蜡烛没有下影线 只有上影线 那这个说明下影线最低价和开盘价是同一个价位 最高价在上影线上方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红色蜡烛这根 红色蜡烛实体上方为开盘价 实体下方为收盘价 上影线上方为最高价 下影线下方为最低价 从开盘到收盘当天是下跌的 所以红色蜡烛代表当天下跌 再来看这根红色蜡烛 红色蜡烛实体上方为开盘价 实体下方为收盘价 从开盘到收盘当天是下跌的 我们发现这根蜡烛只有上影线没有下影线 那么就说明这根蜡烛的最高价 在上影线的上方这个位置 它的最低价和它的收盘价是同一个价位 我们需要记住 绿色蜡烛代表上涨 开盘价在下 收盘价在上 开盘价在收盘价的下方 红色蜡烛代表下跌 开盘价在上 收盘价在下 开盘价在收盘价上方 上下影线分别代表最高价和最低价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天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